怎么样呈现各月的人口数 答案是这样呈现 这张图有一个往上向上探索 一个向下探索 还有这边是不连续的向下探索 但这个是属于像淡记旺记或淡月旺月分析 这个叫连续向下探索 因为它这边它是接在一起的 所以它叫连续多向下探索 所以请点点一次 它会从年改成记 对不起我等一下再修改 修改这个内容给你看 这是记 刚刚是年 刚刚是年 然后当我点了这个第四个 一二三四 第四个 点下去之后 它会跑到记 再点一下 它就是月 因为我现在透过是日期阶层 那你现在去看 这个2010年第一季 一月 好 你看这个值是不是 231万 对不起 2312万 4514 可以看到吗 这个才是正确的数值 有听懂我意思 其实很简单 就是只按了两次 这个多连续向下探索的按键 你就可以呈现正确的结果 可以吗 但是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呈现的方式 这样子的呈现方式 我建议用折线图会比较好 用直条图会变成 感觉起来它像一条水平线 对不对 可是你用折线图 当它把Y轴这边变小的时候 Y轴它从2300万 这是23.1 对不起 这等一下我再把它放大一点 你们就会知道 这是2300万到2400万之间 它其实是呈现这样子上升 然后到这边产生了一个高点 然后再往下 然后我希望等一下出现是这样子的一个智慧描述 这样听得懂吗 因为你要知道 这样子给人的感觉 直条图给人的感觉 因为它要从零开始来做绘制 但是我等一下手动也可以把它调整 变成2300万到2400万之间的描述 好那就麻烦请你们只要就是做好这几个选项 然后这个叫做连续多向下探索 点两次 你就可以看到这张图 然后如果你再把它点选折线图 你就可以看到是这种很容易观察的现象 好请你们先动手来去做 这张图 谢谢观看